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我们菜鸟灰鞋打香蕉 话说毛泉的苏二七战斗机 因为空中手术刀事件 让它的威名瞬间传遍了世界 让当时作为竞品的鹰匠O15战斗机 色色发抖 但是大家一定会好奇 如果让鹰匠的O15战斗机 也来挑战一下空中手术刀的操作 它会是种什么情况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们还是会话少说 马上开始我们的模拟实验 这是我们空中手术刀的目标 这是一架老熊的安萨领域书记 现在我们驾驶的护腰O15战斗机 也已经接近了安萨领域书记 让我们屏住呼吸 开始我们激动人心的精彩时刻 请不吝点赞 最后我们驾驶的O12招伐机空中手术炸的操作很多了 O12其中的一个车位被消掉了一节 但是因为O12跟苏27一样都有两个车位 目前还没有失控的迹象 只是发现现在稍微有些偏移 但是还可以继续操控飞机 看来有双垂尾的招伐机 都可以挑战一下空中手术炸的这种操作 只要不要直接撞下去就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刚如果操作失误了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现在我们操控了O12以及斗射 我们还是就近找个地方进行迫降 防止一火O12出现其他的意外 现在我们空中手术炸成功了 但破架的时候却成了一条鲜鱼 但是出差不平的隔壁堂堂进行破架 真的是好饱哦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报告又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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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